脆皮鸭腿 蜜汁烧腊 招牌三宝 为在三重的烧腊店主打平价 而且内用还有小点心 饮料 吃到饱 网友在地方社团po文求助 询问有人认识这位老板吗 还附上对方的身份证 人日前学校办活动订便当 业者送的数量少很多 要求退费 老板却失联 报道民众说学校举办活动 订了一个星期410个便当 但送来的数量少太多了 校方预付14000元 要求退款7350块 业者说店面刚搬到中和 过两天再退款 但报道人9号到中和新店 找不到老板也联系不上 10号就报案 我们实际致电业者官网电话 无人接听 三重店家也换人经营成租 改卖落实份 附近店家只听过店员抱怨 生意不好 老板要换地点经营 警方多次联系遭控业者道案说明 业者却没有回应 消防报案侵占 案件将转由新北简称办 如果便当店老板再不出面 恐怕将面临被通缉 三续观众说哨子